然後我什麼身高體重年齡 我讀什麼學校 然後我以前有沒有什麼過工作經驗 然後貼上自己的照片 貼上自己的照片之後把它寄出去 然後就再看看公司有沒有要求 什麼一些證書比如說 你有沒有英文的資格 然後什麼什麼語文的資格 有的話就一起寄給公司 寄完了之後如果他覺得 你有符合他們公司的要求 他就請你去面試 那面試的話呢我們就是有 第二行的這次關 就是我們要到公司 然後他就給你一張紙說 那你念看看廣播詞 我們可能就會念 各位貴賓您好 然後歡迎搭乘常柔航空 就是這樣念給那些考官員 那我跟你們說我們要幾點起來 我們兩點半就要起來 有沒有人兩點半起床過 你起來幹嘛你試起來上廁所嗎 不是我是兩點半起床 你為什麼兩點半要起床 好棒 這個身體很健康 你應該是要吵醒吧 到四點下班的要不要 還是要喔 今天凌晨四點下班喔 我們溫德國小一起幫 等下溫德國小全部名單交給我 我會報名 我會告訴公司 15點之後走到口剛剛來 我們要再往一邊 坐高級的要請 我會知道公司 我不會聽到公司 我問你什麼的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